昨天利物浦贏了4比1 今天就轮到冠军的顶头大热分子曼城出场 今次作客韦斯咸 由于韦斯咸一向都被誉为巨人杀手 今季班底也是不错的 所以坊间都普遍认为 曼城今场的赛事不会容易吃 所以哥迪奥拉也是不敢怠慢 出了最强的结构 以及阵容4123 超级主攻五个进攻点 包括奇运迪布尼、戴维斯华两个主角 史达宁左边、马列斯右边、耶稣支点 不过曼城一开始看起来有点心急 我估计是因为初段未入局 加上状态未够 所以他们早段的走位 就跟不上他们本身心理上高的传送折走 不知为什么 上半场有个好有趣和好大的问题 就是史达宁不是很拉边 拉边的次数比他以往都少很多 总之拉两边是曼城超级主攻的最关键部分 也是曼城长期有好成绩的关键 所以上半场史达宁没有拉边就没有什么表现 表现就全部给了真的有严谨地拉着右边边线的马列斯 曼城今天第一个射门由他做出来的是漂亮的软射 做到的原因就是马列斯首先拉到他的边线最右边 所以就有前进的空间 可以让他进行内切入的推进 这样就有空间摆脱对手施展到速度以及有空位去远射 20分钟马列斯在禁区里边一级过了对手 产生射门机会非常之好状态和好技术 之后也开始看到马列斯完全融入到曼城的节奏 知道应该什么时候自己内切入 什么时候用第一时间第二时间的传送去和队友配合 其实这件事都曾经发生过在上一季的杀科战 就是上季杀科战的蔡侯平的时候 即5月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 19-20年的英超就是马列斯大爆发的年期了 结果事实也是如此 今天只不过是揭幕战 即首场的赛事 但是马列斯都已经大放异彩 曼城第一个入球之所以能破到密集 就是马列斯交了一个漂亮的overlap直线 给祸家插入禁区底线 地球全中产生耶稣的必入球 而今场的赛事里边 马列斯也是多次交到漂亮的直线 给奇云迪布尼underlap halfspace插入禁区底线 也就是说马列斯已经完全做到超级主攻的套路 以及要求 上一季的马列斯绝大部分的赛事都做不到要求 当时他未掌握到交漂亮直线的时机 但是今季英超首场的赛事他已经掌握到 也就是哥迪奥拿已经成功调教好马列斯 这个也是哥迪奥拿的节奏 球员只要跟他一季之后 都会有大机会爆发 奇云迪布尼如是史达宁如是阿古鲁如是 阿古鲁如是费兰迪奴如是 而今季就轮到马列斯了 曼城的第三个入球 又是马列斯挑过很漂亮的高波直线入禁区给史达宁 第四入球 十二码是他迫回来 第五个入球又是马列斯的助攻 今天史达宁入球当中有两个都要多谢马列斯 马列斯今季这么早能够大爆发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参加了非洲国家杯之后 因为休息时间不够 反而将国际赛的状态 带回来英超的开罗战 所以他是赢在起跑线的 也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同样在暑假参与过 美洲国家杯的耶稣 在上半场都能够很快进入局 同样有表现打开记录的入球 就是靠耶稣涉入禁区里边 有个状态的敏捷度 其实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利物浦三叉击身上 你都会发现到昨天发明路和沙拉的状态是不错的 都是连带到国际赛的状态 不过利物浦三叉击今季就没有马列斯和耶稣那么幸运 因为利物浦三叉击上季 已经长期打正选博度残了 相反马列斯和耶稣上季 并非必然正选 有体能红利 这样就可以放大到赢在起跑线的优势 一直last到季中甚至季尾 今季就是他们两个的机会来的波 所以今天马列斯先拔头筹做最佳球员 不过我就不幸运了 小弟不幸运了 我竟然在英超的Fantasy游戏当中 把马列斯放在后备 为什么我这么傻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马列斯吃了药 我怕他过不了体測 踢不了首轮的英超 就把他放在后备 但之后我明明看到他过了体測 可以上阵 我都忘记了放回他正选 下个礼拜开始 所以我一定要放回马列斯去正选 给他一个队长 迎接他今期的大爆发 遲些他入球 相信会接种而来 不过也有少少曼城球员的表现 未如很理想 例如洛迪 新加盟的西班牙防守中场 上半场来说 真的看到他面对对方的压迫 承受能力 以及反应速度是不够的 尤其是上半场的组段 试过6分钟的时候 在后场自己的禁区附近位置 被兰仙尼逼脱了球 产生了危险 他下半场叫做好一点 希望只不过是上半场未入局 不过也要多些练一下肌肉 不过他今天的派牌就不错 另外史东斯交失球的次数也是偏多 始终未能满足高要求的哥迪奥 另外有些兄弟就觉得 曼城今天好像多了打反击的情况 我觉得原因只不过是韦斯咸 今场的赛事 其实有部分时间都会控球载的进攻 以及高位压迫 所以我认为曼城未必是 故意尽快完结攻势 是因为有机会才这样做 例如下半场拉开记录的第二个入球 根本就是韦斯咸给机会他们打反击 令到奇云迪布尼可以发挥到教科舒适的 超级连结人推进方法 用速度过了对手 再吃着对方的身位 再推过波去禁区顶的中间 才交给史特宁 帮助史特宁 帮助史特宁 去把握机会 而其实韦斯咸上半场 也有部分时间收缩 当时曼城也不会硬 尽快完结攻势 是会踢回自己的节奏 所以说或者也解释了 为什么上半场史特宁比较少拉边 正正因为曼城上半场 比较多机会打快攻反击 进攻点或者进入中间 把握机会 今晚我都说过 打快攻反击 进攻点可以不拉边 不过 没有拉边 进入中间之后 反击快攻慢了 要面对密集 就忘记拉边 这个史特宁就忘记了拉边 就呈现出上半场没有拉边的结果 所以呢 或者就是半场的时候 哥迪奥拿提醒了史特宁 记得 没有拉边都好 走完快攻就要有 自觉性拉到左边 所以下半场就拉到左边 一拉到左边而已 53分钟 史特宁就立即找到 45度的cut进去的跑动空间 接应大卫斯华的靓直线 入禁区地波传中 产生耶稣必入球 那不过 那就是要让这个VAR 看到史特宁的肩膀越了几mm位 那这里就真是电视 看回才看得到的 那不过 整个组织来说 漂良方法合理 有拉边 有美的第一时间连结 正所谓 真金不怕 红烙火 曼城日后继续做 就怎样都有回报 那而今天呢 VAR 亦都是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虽然否决了曼城刚刚的入球 但是又救了亚古鲁一命呢 那以往没有VAR的时候呢 就真的看不到 法比安斯基这个守门员 撲出亚古鲁的12码之前 脚离开了白界线 脚离开了白界线 那这次有这个VAR呢 那终于都清楚看到 慢慢看到 结果 亚古鲁就可以重射12码 入回保重 那所以呢 真是这么巧 这个VAR呢 就是否决了曼城的一个入球 但是又给曼城多了一个入球的机会 虽然呢 如果今天是没有这个VAR的话呢 是不会有球证用到肉眼 看到史特宁的肩膀越了几mm位 曼城同样会赢5比0 但是在最公平的情况下 赢到5比0的价值就高一点的 那起码不会被人说是靠运去入球 我经常都说 如果上一季就经意引入VAR的话呢 那就不会发生到狼队手球 入球搞到曼城失了2分的冤运 那也是会见到呢 就是利物浦有些不合法的入球 可以判他们呢 就是不合法 那上季利物浦如果要受到VAR的监测底下呢 他们就没什么可能可以 紧贴到曼城的分数的啦 那来到这里呢 也多谢那么多继续紧贴小弟的channel 也都可以继续帮小弟 click广告弹广告视窗 和播完这些广告片去 那就可以帮小弟有些收入 多谢了 记得呢 在手机那里呢 片的下面有固定的广告字眼位置 记得要按下去 但那些广告视窗出来 可以帮到手的 手机呢 那就是都会有广告片出现 先讲电脑 电脑呢 记得要懂得有党广告程式 它发现电脑片的里面呢 有Banner 广告片的 右边有诈广告 大家可以按下去 广告视窗出来 而无论手机也好 电脑都有YouTube 都会时不时在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广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出广告片之外 还在这条广告片的里面 找广告链 click下去 例如电脑的话 广告链会在广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机的话呢 广告链会在广告片右上角 那我们下一条片又会见 今天很忙 拜拜